来到新闻的现场 台北市致命的幼稚园少东 提告遭到的骗婚诈裁 11年前 他和读过幼稚园的 继姓女童的母亲谈好了 等女童长大之后就许配给她 从此女童学杂费等开销 长达9年都是她付的 但没想到 女童长大之后嫁给别人 因此提出了告诉 而今天少东的律师也出面替她教区 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戴秋荣来告诉我们 秋荣 台北市一家幼稚园的余姓小开 是控诉记性母女涉嫌骗婚 那么透过她的律师 在下午的时候拿出了三张照片 大概是十年前左右一起出游的照片 当时看得出来 小女孩呢 从后方环抱这名余姓男子 或者是坐在她类似大腿前方 看起来壮似亲密 同时这名妈妈也有一起现身 那么她控诉说 这个记性母女呢 趁着当初女孩 就读她们家幼稚园的时候 来跟她认识 那么声称说 要把女儿许配给她 并且呢 律师也拿出了一些相关的文件 所谓的试约书 有一些字眼看得出来 像是要将我的女儿 跟你结为连礼 以及许配这样的字眼 来控诉说 她们涉嫌骗婚 一直呢 还跟她们来立了借据 包含像是四污汤 买卫生棉 以及制装费 等等的字眼 来跟这个余姓小开来借钱 后来才发现 原来自己被骗了吗 我们来看看律师的说法 书游很多次 然后名目呢 零零种种 但是 有一个基本的诉求 就是说 她保证 要把女儿许配给余先生 她所提的项目跟金额 都是这个女儿 读夜间部的时候 一些生活上 还有学校的 各种项目跟金额 如果说女儿 都是共犯的话 这个母亲 怎么会知道 这些 戏目跟金额 那么 约线小开声称呢 这个妈妈呢 是陆陆续续跟她借款 借了将近八九十万块 一百万哦 那么呢 不过呢 是自己是靠来在脸书上 看到了小女孩 长大成人变得很漂亮 而且是已经 嫁做人妇 有小孩的照片 才惊觉自己被骗了 因此呢 是提告诈欺 不过呢 那检察官认为说 用金钱资助母女 涉嫌买婚这样的行为 已经是违反了善良公俗 因此呢 认为是不起诉 以上是目前最近情形 现场交还 黄丁续续 好 目前这个案子呢 是检察官是不起诉